斗罗大陆动画片尾放出彩蛋 一名扎着马尾的女孩 坐在桌前摆弄着唐门的暗器 起身后她伸了一个懒腰 随后走出房门来到了海边 镜头从下而上 缓缓地旋转上升 露出洁白的长筒袜 不得不说 玄机很懂得角度的把握 从这个角度 可以完美地展现出女孩的身材 这名女孩穿着白色的丝袜 身上的服饰随着海风摆动 看起来相当地潇洒 这个新角色来自 是斗罗大陆动画第二部爵士唐门 名叫唐雅 斗罗大陆动画年番 为了宣传第二部爵士唐门 每一集结束 片尾都会放出 关于爵士唐门的彩蛋 这次斗罗大陆动画 第257集结束 在片尾放出了关于唐雅的彩蛋 这名女子 有着不属于小五的身材和气质 她来自唐门 虽然年龄比较小 但是好身材已经难以掩盖 在海边 唐雅身穿白色长筒丝袜 整个人看起来比较清爽可爱 尤其是看到 她的正脸后 不少的漫迷和观众认为 唐雅的气质和形象 和唐三老婆小五是比较像的 唐雅的建模 应该是在小五的基础上 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作为唐门的后人 唐雅一出场 就在摆弄着唐门的暗器 可见她也是对唐门的暗器 有着浓厚的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 唐雅虽然看起来酷似小五 但是她与小五相比 整个面部表情 还是比较的呆板 所以看起来眼睛有些无神 很多网友说 唐雅看起来 就像是低配版的小五 大家觉得 唐雅和小五长得像吗 唐雅的这个形象 大家喜欢吗 欢迎留言讨论